一輛好的老闆車,當然是要老闆坐得舒服最重要 現在的豪華MPV由於有電掃門上落便輕鬆容易 還有車窗空間是要比傳統的大房車更寬敞 所以老闆坐得舒服,豪華MPV亦成為越來越受歡迎的老闆車 我們今天試車的騰西D9,其實是一輛相當大的豪華MPV 它的全長超過5米,闊度也要超過1.9米 而軸距有3.11米,所以有一個很大的車窗空間 至於老闆最關注豪華MPV的地方,一定是中排的大班二 所以我們這次找了一個真老闆,就是施永青先生 來試試這個大班二 去接施老闆之前,都是我先試試車 市場定位是豪華MPV的騰西D9 外觀上最顯眼一定是超大的面罩 而這種超大的面罩的設計 亦都成為市場上豪華MPV的身份象徵 D9除了配18吋的輪胎之外,還是靜音輪胎 果然是很老闆friendly 坐在裡面一定很靜 除了這樣,車廂一定要豪華,兩張大班椅就不少 原來這種設計不僅在亞洲很流行 聽說歐洲甚至全世界都越來越多人喜歡這種豪華MPV 除了車老闆之外,其實整家人一起出遊都滑滑有餘 後面就算坐滿了人,還可以放兩個大劫都可以 這個空間其實真的不錯 講到行李箱的空間,其實接了第三排後都相當大的 可以裝四個五個大行李箱都可以 大家又可能會覺得,摺平了椅子的椅子好像凸起了 其實日本豪華MPV就把兩邊掛在旁邊 大家處理有些不同,這個就各有各司各法 好了,上了車駕駛了一會兒 就發覺這部D9的駕駛位置其實都好像被豐富 包括原來座椅可以在螢幕上設定 原來都可以選擇有幾種模式的按摩 可以一邊駕駛按摩又可以 又或者停車等候的時候 沒有甚麼要做,按摩又可以 駕駛前方就有一個陷入式的螢幕 將基本的駕駛資料都在螢幕上出現 有趣的是,前面還有一個Head-up display 可以很清楚看到自己在走多少速度 變成方便 中間是一個螢幕,一個大的螢幕 好像一個Pack 一樣彈出來 裡面有很多功能 除了可以調校行車的東西 中控台有些我最喜歡的傳統按摩 包括有波棍 不是在螢幕上轉波 在波棍台上有調校冷氣的風速 都方便 當然如果有些習慣在螢幕上做 就在螢幕上做也可以 今天很感謝師生百忙中抽空 跟我們試試中排這兩個 我們俗稱叫做老闆位 因為我們都知道我們做了很久老闆 而這輛車的定位想迎合很多老闆需要 因為坐中間 第一個感覺坐在大班椅 床方說這是一個NAPA 高級汽車 以前是盧斯萊斯或是Benz 現在這種車都有 第一個感覺你覺得可以嗎 我剛才說做老闆很辛苦 所以做老闆最重要是坐車要舒服 難得有機會坐下來休息一下 當然要舒服 而且我是高的 六尺二 很難找到舒服 有些是頂頭 除了舒服之外 這張椅子有一個有趣的 這個螢幕 左右一樣的 按一下它開啟 然後向上推一下 它便會出螢幕 我覺得第一樣要調校椅子 對 接著是Ventination 先調校冷氣椅子 其實我已經一如早幫你調校了 調校椅子本身的冷氣 對 在椅子座位 沒錯 座位的靠杯 還有Pan 也有 這個車 中間這麼大 原來是雪櫃 就是這個 也可以在座位上 現在我們調校了負三度 就是雪凍一些東西 現在的車在這裡按鈕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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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是自動開了 OK 開了 拿了飲料 按一下又關上 施生 這兩張椅子 都有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按到座椅的功能 出來了 看到有一個ZERO GRAVITY 有 看到 按一下 自然向後吞 還有腿墊升高 可能本身已經升高了 對 向後斜 方便 半躺 半躺 可以開一會 長途車外 有時候 都會開一會 這個功能適合 你伸高腳長 還可以按鈕 我這個秘書位都可以幫你按鈕 你也可以自己按鈕 我試試幫你按鈕 就是把前座椅 是可以 看到嗎 它就會傾斜 向前傾斜 如果把它再推前一點 都可以 就是在底下 按鈕 按鈕 它就可以 然後向前 它就會再推前 你現在的腳位 應該是 前一點 就可以伸長一點 我聽見 身邊已經有朋友訂了 噢 還有一些有趣的地方 以前都有 就是這些拉出來的摺摺桌面 但我想現在就是 人人都手機不離身 譬如它有個位置剛剛好 就是手機 插定在位置旁邊 在你的左手邊 耳耳的旁邊 有個剛剛好插的手機 看到嗎 看到嗎 將它收進去 它就會無線充電 如果充電 充電 就可以拿上來 放上來 剛剛充電放上來 今天我們選擇的電路 就是去香港 很多車迷都知道 以口相傳 最惡劣的其中一條路面 就是龍場道 現在正在去的途中 還未去到 為何它最惡劣 因為鋪裝是比較適合的 我們現在 比較早期的高速公路 對 早期的高速公路 比較適合 沒有那麼漂亮 還有很多車 現在上了這輛車 第一感覺 你覺得這輛車是否寧靜 因為沒有了引擎聲 沒有了引擎 當然寧靜很多 而且我覺得隔音 就是浩浩為街外的聲音 街外有車經過 其實壓抑得聲音也不錯 變成寧靜度 如果用五聲聲比分 這輛車的寧靜度 你會給它多少顆聲呢 我覺得有四聲半 路面的情況 防震能力 都影響最後的聲音 對 當然沒有引擎聲 避震機的聲音 輪胎磨擦露面 但這輛車用的輪胎 是低噪音輪胎 所以傳進來的 胎聲噪音 算是低的 另外風噪 因為我們沒有開到超過100公里 即不是行機場 未曾顯示出來 對 例如7、8、10公里 其實風噪 現在有少許是馬達聲 踩的時候 但我覺得 就算風噪也壓抑得很好 玻璃隔音也不錯 現在去到的途中 我們仍然在用三個模式 一個是攀油 一個是舒服 舒適 另一個是運動型 現在正在用的是舒適 這段路也是有少許的 舒適 能否接受得到 又要用五星星評分 以這段路不是普通的香港市區路面 未去到農場道 我可以給到四星 四星的 如果用級數去計算 用MPV 我都會給到四星 這輛車的外型 你會否談 這輛車的外型 也有少許霸氣 是 但跟另一款品牌的MPV 有少許接近 即是外表 很多坊間都是這樣評論 我覺得霸氣方面 好像現在很多 尤其是多了很多內地生產的MPV 都是走霸氣的路線 不知是否因為 做老闆車 尤其是車頭的面窄很大快 霸氣是來自那裏 我覺得這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 設計要有霸氣一點 老闆駕到那種心態 一個個老闆 那些老闆可能需要低調 是 可能有得選擇又好一點 霸氣一點的又有 譬如車頭的面窄有些是斯文一點 現在的駕駛 我們剛才走了一輪 我想你都感覺不到 車是兩頭搖 變成了穩定性 覺得是否拍得住 坐開的豪華大房車呢 從座位的感覺上 它欺騙我的高度多些 以及上車下車 你知現在老人家 肌肉沒有以前那麼好 即是你種身體的時候 沒有那麼容易 這些車上車下車便會方便 還有些窩心的扶手 可以給你借力 剛才我想這車真的很方便 而且開口又夠大 又不需要低彎身進來 現在我們走著已經進入了農場度的範圍了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 駕駛和這些不漂亮的路面 噪音就明顯了 轉進來 剛才我們明顯是靜一點的 現在開始有些駛駛和路面磨擦的聲音 而且是比較低彎 我們現在都是在用舒適的 我們走多一會 然後再比較一下 如果轉進去運動模式 會不會重蹬 Sport模式 我覺得車身會再穩定了 但明顯是更硬 現在我們還遇上一陣濕雲雨 灑下來車頂 隔音方面 雖然如果是這陣雨 如果是怎樣說呢 有時有些車隔音上 就會下來很大聲 甚至是很大聲 當然它都未試到很大聲 我覺得聲音上 有些車身的益燥造型 我覺得這段大一點 便考驗一下 乳本分大了 Sport 和 Comfort 模式 在舒適度 有沒有很大聲音 不算很明顯 例如我自己駕駛的房車 它也有分開Comfort 和 Sport 我從來都沒有教它 我覺得是沒有太大的差異 尤其是我們不是用車速挑戰它的極限 我想極限一點便會分到 Sport 和 Comfort 的分別 有多少 現在就這樣 我只是覺得 Sport 路面的凹凸 感覺會比較明顯 我覺得關鍵的是車的地震很好 是 在這個方面 又說到要平升升 在舒服避震的程度 又是五星星 評分你會比這輛多少顆星呢 我也是比四星星 四星星的 我也接近 整體我們試了這麼多東西 寧靜度 坐椅的舒服度 和行車的時候 下次你要換老闆車 換你的座駕 你會否考慮這輛豪華 我相信 如果我買 MPV 連買價錢和各方面一起考慮 這輛都是首選 這輛是70多 現在是 套養車那些 整個百萬 這也是一個原因 都在欠缺 不是少少欠缺聲 是 是 好了 我們走完農場道 走到香港市區 試了不同的路段 很感謝詩先生 給了一些寶貴意見 在這裏真的要再次感謝詩先生 是 多謝你邀請我 下次如果有機會試跑車 你有沒有興趣 跑車不是我轉場 不過我駕駛也算快一點 總之今天很感謝詩先生 今天試完D9 整體的感覺 可以給到四星半 我們的嘉賓 詩永青先生 他也是給四星半 整體 大家看完我們的影片 喜歡的 記得Like and Share 還有記得Follow我們 下次再見 記得Follow我們 下集 古壇事件 將會轉移陣地去到D9 想再繼續看的朋友 記得去FyLens730 YouTube Channel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